跟洗拉拔一樣 它剛好就中間就有一個肌肉在這裡 然後你就用這四根手指頭 割肢窩的深處 你就這樣子捏它 這樣子捏它 然後在捏的過程當中 你的手就上下的這樣動 這個原理叫像我們 點滴在掉的時候 香蕉管裡頭有氣泡 點滴滴不下來了 這個動作就是幫助我們 當你的血沒有辦法回流到心臟的時候 這樣的話呢 你不要以為這一招好像沒有什麼很深的學問 我教過的同學裡頭已經救了兩個人 就是有兩個人救了兩個人 你在外面在用餐在玩的時候 假設有人倒下去 大概只有四十秒鐘的時間 等到打另外要求再過來 再你到醫院的話 我看沒有四十分鐘搞不定 你到那邊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呢 你這樣子做 你把它弄個七八下 然後呢 再來在另外一邊 再七八下 假設真的情況很嚴重 家裡或者外面有人的話 一邊一個 一個抓右手 一個抓左手 那這樣的話效果更好 那你假設自己覺得有點不舒服 你就左右手交替 每一邊做個八下 你來回做個三四趟 氣一通了 你這難關就過了 趕快去看醫院 那這樣的話你就有救 所以呢 這一招呢很管用 尤其這個急救 又保養了這個呢 一定家裡頭要有兩個人會 免得我會 結果我自己倒下去了 旁邊的人不曉得救 那就學的就白學 所以教我的老師呢 他就要求家裡頭 一定要有兩個人會 那今天呢 我們就將到這裏